凌晨2點多 小摩拿著咖啡 邊走邊喝 準備回到租屋處 他不曉得後頭 一名男子鎖定他 一路尾隨 還闖進他家 企圖對他性侵 真的是疼心狼 小摩集中深志 和對方閒聊 還說要當朋友 拖延兩小時 才保住一命 可無嫌犯正式才離去 鏡頭拍下他穿襯衫 打領帶 卻是一匹二郎 你可能對他的感受嗎 當時面對鏡頭 整張臉包緊緊 就是不想被人認出 台北地院審理後 以嫌犯過程中主動停手 符合中止犯减刑要件 但是尾隨侵入住宅 造成被害人 難以抹灭的心理傷痛 依照侵入住宅 強制性交未遂罪 對失信男子判刑四年 我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還會再上訴 畢竟這是壘犯 被害小摩從事網拍工作 事發至今 飽受精神壓力 也搬離了援住處 現在晚上 根本不敢出門 嫌犯有沒有悔意 還有他們家屬道歉 我沒有感受到 我只感受到 他們似乎想要用 十萬塊來打罰我 嫌犯道歉 也不是真心 為自己過錯 反省懺悔 而是希望取得和解減刑 實現男子的DNA 更被查出 與十年前一起 沒有偵破的 性侵案有關 更讓被害小摩痛罵 司法應該要 重判二郎 記者 葉伟玲少子 要看不懂 好